哈囉 大家好 我是Apple 今天這支影片要來跟大家來開箱一個非常神秘的包裹 你也知道最近瘋狂人看姐姐也配了嗎 但是今天是那個我很喜歡的一個牌子 然後他送了我一個禮物 然後我真的太興奮太想給大家開箱了 就是這個叫做SNOB的這個牌子 他們就是一個出很多設計師設計的筆電的包包啊 然後還有帆布袋啊 反正就是出各式各樣的包包這樣 我就一直在找一個非常好看的筆電包 可是我就一直找不到 你知道買了筆電以後就非常非常需要筆電包這個東西 所以一個時尚的筆電包真的非常重要 我太期待了 我現在馬上來開箱了 它有點長太美了 我實在是有點捨不得硬拆它 它還是只要硬拆的 不然我不會拆 我就不會拆包裝這樣的東西了 欸對對對 沒錯 我訂了一個筆電包啊 跟一個反布袋吧 可是來了以後我發現它不是反布欸 這個是什麼材質啊 等一下等一下 好 先給大家看筆電包好了 好看吧 是不是跟我很配 等一下我現在要喬一個好角度 才有辦法讓大家看到這個好看的筆電包 我要用的東西 靠 衛生紙掉下來了 這個筆電包它就是防潑水的材質 所以下雨天的話就不用怕它會濕 而且這個把手的設計我覺得非常好 這裡就是要留一點空隙 我之前那個筆電包這裡的空隙就是 根本沒空隙 我每次首位都要穿進去 就超難穿進去 然後因為它其實可以兩面是可以選不同的設計 這一面可以是一個圖案 然後這一面可以是另外一個圖案 因為我後來你知道我選了很久 我就覺得 因為我常常要帶著這個體帶到處走來走去 所以我想說 那我還是低調一點好了 所以我最後還是很沒創意 就是兩面還是選了一樣的圖案 但是我真的很喜歡這個圖案 因為我真的很想要找粉色的筆電包 然後它是可以客製化的 比如說這個把手是可以要或不要 就是如果你不要把手的話 你就可以選你不要把手 然後它打開以後裡面是長這樣子 它裡面的顏色也可以選 我記得那種黃色、紫色、什麼藍色可以選吧 那我後來就是還是要低調 你知道的人現在就是 買這種有質感、時尚的筆電包 就是低調一點好 先不要太浮誇 筆電包 喔!喔!筆電包 筆電包在這裡 就是它沒有做四個鬆緊帶 可以把筆電套住 所以它就是可以直接打開來用這樣 了解了解了解 我剛剛開會這種事情通常除了開會本身之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一點 就是你要探訪敵情的時候 你就要知道它的品味如何 我剛剛的品味真的非常重要 所以你知道開會的時候 你就常常需要關注一下 就是他們用什麼東西 拿什麼包包、用什麼筆電 Mac已經不稀奇了 因為你開一個會 已經全部人桌上都是Mac了 那這個時候要筆的 就是筆筆電包了 我跟你講這筆電包一來 就知道這個人 用筆、用Mac更有品味 然後這個牌子啊 它就是標榜寫說 You design with Mac it 大家看到嗎 你可以自己設計這個 哇 中頭 就是它標榜你可以自己設計這個圖案 那投稿都上了以後 就是他們可以就幫你設計出你的這個袋子 所以如果就是你平常有在做設計的人 然後你希望你的東西變成包包或食品 你可以去投稿 然後他們就可以 把你的圖案設計在上面這樣 然後讓你多買 然後他們也是可以抽成 觀察他們的網站 他們網站有那個抽成機制 比如說一個筆電包 你可以抽多少錢這樣子 所以設計的人他就可以透過這個機制 然後抽成這樣子 他們那個網站太可怕了 就是琳瑯滿目 你怎麼選都選不完 太多你想要 然後最後你就要割捨掉一切的人 你才能選這個這樣子 然後它裡面 它裡面也有一個小內襯 然後是 可以放手機啊 零錢 鑰匙什麼的 好喜歡喔 我選這兩個是比較低調一點的那個樣式 它上面還有更多 更浮誇 我跟你講 如果這個人在走極致浮誇路線的人 就可以上他們的網站看一下 好啦 最後就是非常謝謝Snap 送我兩個禮物 然後大家如果對他們的東西有興趣的話 我會把他們的連結就是貼在貼文當中 然後大家可以去搜尋 好嗎? 不要忘記訂閱鳳梨圓頻道 我們下次見掰掰 掰掰